抖數字畫的變與不變是神秘力量還是瞎猜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聊抖數的字畫 談到四話就必須了解一下常數與變數 所謂常數是指可以透過測量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或是結果 與之相反的就是變數 這兩種指的就是可變與不變的兩股能量 在抖數中的生年式畫來說 代表了從一生中一直持續的現象 也稱之為生命中的利用 假如生年路在彩博宮就可以解釋為 命主一生不破綽 不太需要擔心手頭上沒有錢 雖是如此也不代表命主自己就一定有錢 也有可能只是個過路財神而已 從能量的角度來說 常數與變數是一個太極 如果生年式畫代表生命中的有 公衛的字畫就代表生命中的無 所以我們在談論字畫時常會說 字畫就是在談有無之間這一回事 曹起曹落都算是有 易經中經常談到陰陽有無的變化 人生隨時都是充滿變化的 就好像曹起曹落的原理 可以用來解釋水的能量變化 水本身的有 指的就是水本有的體積 水來了就漲潮 到了一個時間之後也會退潮 對水來說一開始就是同樣的體積 不增也不減 只是從時間的角度來看現象時 有時漲有時退而已 那麼我們從命盤來看也是如此 生命中的有 若是放在財博宮來說 就是指先天就有錢 讓我們花費 不用怎麼努力自然就有 也會有好的物質享受 自然而然的生活就會顯得很滋潤 一點而都沒有匱乏的感覺 這些都是稱為先天有的現象 此時這樣的論述 是根據路的能量擺在財博宮 才能這麼說的 若是生年路擺在了極二宮時 說法上就不一定是這樣了 雖然不同的兩個公位都是生年路 現象上也有類似的相義 但是若在了不同的公位中 解釋也一定不同 小時候胖不是胖 舉一個生活上的例子 來回應剛剛上面所代表的現象 路就是代表著多的意思 尤其是生年就代表了一生的時間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生年路的現象 擺在了財博宮來看時 自然也就可以理解為 命主會有錢可以用 也可以享受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在物質面的 再來把同樣的角度 擺在極二宮來解釋時 可以解釋為 命主好享受 路也代表脾氣好 心寬體胖 所以生年路在極二宮的人 容易有肥胖的體質 皮膚也較白 也容易有水腫的現象 既然談到了生年的有 那我們也來看看 自化石為什麼可以成為沒有 因為這就像是退潮一樣 回到生年路在極二宮來看時 那麼原本易胖的體質 就可以解釋為 雖然命主有肥胖的基因 但人生中一直沒有真的肥胖過 又或是小時候比較胖 長大後就沒有這麼胖過了 那麼從這個例子來看 一開始的胖 最終也是會變瘦的 按照這個道理 回頭從財博的角度來看 生年路又自化路 就造成了從金錢使用上的不穩定 原本的生年路代表了持續與穩定的有 而自化在財博工時就變成了無 一有一無的狀態在這一宮位中的循環 就像是畫面中的狀態一樣 大家也可以理解 若是我們把財博工當成村莊的概念來看時 時不時就讓河水氾濫 讓村莊損失慘重 造成了經濟重挫 時好時壞非常的不穩定 那麼我們還會覺得 在這個位置上建立村莊會是一件好事嗎 題目1 生年世話在斗數中所代表的觀念是什麼呢 哪一種說法是明顯錯誤的 A 代表一種命定說的邏輯 B 生命中就有的概念 C 出生那一年就有 過了就沒有 D 該公位的能量是持續擁有的 答案是C 出生那一年就有 過了就沒有 這是錯誤答案 斗數中生年的意思是指每一個人一出生都有的 而且是一直延續到這一輩子仍然都有的意思 至於其他的A B D 都是正確的答案 題目2 財博工的公位中有生年路又有自化路 代表什麼意思呢 A有很多的錢可以花 B一種不穩定的現象 C 用錢很擴挫 永遠花不完 D 沒錢可以花用 答案是B 一種不穩定的現象 這是正確答案 前面的內容已經說過 若不清楚的同學可以回去再複習 A與C的答案是在解釋生年路的部分 而D是用來解釋生年紀 題目3 哪樣的能量在斗數中是屬於不穩定的能量呢 A 生年路 B 生年紀 C 自化路 D 生年路 D 生年路又自化路 答案是D 生年路又自化路 若是同學看懂了這一集 應該也會選擇相同的答案 在這邊就不再多加解釋了 QA時間 歡迎來到QA時間 只從上一集加上了QA時間之後 同學們的反應都很熱烈 在這裡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聖門老師會盡可能的在錄影時間前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若有沒有回答到的內容 在這裡先說聲抱歉 或許未來還會將遺漏的問題拉出來 做成一集滿滿的QA 歡迎同學們多多在下方留言 這個是TNG的同學 老師福德公是天象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寫這麼簡短 好 丹尼丹尼 有意思 謝謝大家 YANG 這個同學說 福德公的七薩讓我火大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火大 但是七薩呢 它是一個很衝動的行程 那它如果在福德公的話 可能是代表你做很多事情很容易很衝動 然後要多加思考 接下來 這個無為的同學來問 請問老師轉第二大運時應該看流年公位還是大運公位 我的答案是兩個都要看 因為大運的公位 它已經把你這十年的運勢展現出來了 而流年呢 你也只是這十年運勢的其中之一 所以先看大運再看流年 假設你只看流年 流年的運勢好而已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因為你流年的運勢好 你還是得回到大運來看 到底好不好 好 再來看 林 老粉來了 謝謝你喔 謝謝你繼續關注老師的頻道 好 蔡柏浩 老師 生年文曲祭在夫妻公與天象同公都在害公 對公四葉公五曲路破均 需要注意什麼嗎 文曲祭在夫妻公跟天象同公在害 然後當然 你這個問題呢 要講的應該是說 夫官是一線的 所以你看到你自己的夫妻公跟天象同公 你又看到了你的對公的關路公 所以你會擔心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那事實上你這個盤呢 假如只是純粹來看你的心塵在這裡的話 因為我也沒有你的盤 所以沒有辦法全面的去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可以簡單的來講 你如果文曲祭在夫妻公 其實你若是男性 你就很容易娶到一個 比較重視物質享受 物質生活的夫妻喔 因為這個文曲祭它是生年 那當然生年的話 我們會有另外一種解釋方法 好那其他的 例如說事業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說 當你文曲祭在夫妻公的時候 代表你的事業的對公 它有祭對吧 所以代表你 其實你婚後一定會影響你的事業 這是最簡單的說法 好再來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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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老師我無曲化全 貪囊同工再醜 更年生 太陽化露 太陰化科 這算露科夾命嗎 但又有人說 太陰不化科 是天府才化科 老師你怎麼看呢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分享感恩 Grace的問題是更年生 跟我們都說 陽五陰同 當然是太陰化科 至於說太陰不化科 是天府才化科的 那是南派的說法 因為南派有很多的事化 其實跟北派是不一樣的 那那個我就不討論 更年生的人太陽化露 太陰化科 你假如是露科夾命的話 這一種說法是應該說 你的命功的左右兩邊 一個是露 一個是科 這樣子才叫露科夾命 從南派的角度來講 這樣的格局算是不錯 但是北派不是這樣子看 北派純粹來看 露是什麼 科又是什麼 那講露的時候也得談幾 那講科的時候也得談全 它是分開來解釋的 那主要的軸向 討論的方向 都是以式化的角度 這跟南派的說法不太一樣 那假如你要問南派的說法 我其實可以在這裡跟你說 我其實不太知道 南派是怎麼論述的 好 下一個鄧柏毅 請問老師 天象除了有硬的說法 也可以代表 衣 食 吃跟穿嗎 我這一集呢 講天象 其實主要想要告訴大家 天象它這個象呢 主要是跟眼睛有關 那它很注重在觀察上 那至於假如你很注重觀察的時候 你也會很容易在乎自己 因為你也會怕被人家觀察 所以假如你不管去解釋你在吃這件事 你在穿這件事情 什麼都行 但是呢 天象的人很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 因為他自己就很在意別人的評價 或是自己也很在意別人是怎麼樣 然後也擔心別人用重眼光來看自己 所以當然你說天象的人 他對外行為舉止 理不禮貌 當然很禮貌 那當然他穿著上各方面 是不是也很得體 也是 相對的 若別人穿的不得體 他內心會不會很在乎 會的 這個就是我一直想要跟同學講天象 那只是上一次可能 礙於時間的因素沒有講很多 那鄧柏依問的這個問題 我就在這裡順便解釋一下 好 Stan Z 老師請問 以下兩種情況是什麼意思 升年季跌大縣季 對公流年季 二 升年大縣流年三疊季 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升年季跌大縣季 這個一定會發生 但是問題是 這個升年季是哪一個公位 那這個大縣季又是哪一個公位 所以說這個季跌季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討論事情 但是你必須得去談 它是什麼公位 跌什麼公位 在哪個位置 那你光這樣子講 很籠統 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升年大縣流年三疊季 這個也沒有意義 因為這也一定會發生 只是我們的說法不會講這個叫三疊季 我會用比較簡單的說法是 你升年季影響了大縣 而這個大縣又影響了流年 當然你在那一年 這個季的能量非常的強 那你說三疊季也可以 那簡單來說這個東西 永遠都不是只是純粹季 或者是 世話的某一個東西是如何 而是他到底跟哪些公位有關 所以你這個問題 不是這樣子問的 你這個問題應該比較偏向於 蝶弓的時候怎麼觀察 那假如蝶弓怎麼觀察 我們之前有一集的影片也在講這個 你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俊望 老師天象無曲在極二弓 是不是跟命弓的解釋類似呢 命極一六共中 還是跟疾病的關聯更大 天象無曲在極二 可以用來解釋一六共中 沒有錯 因為天象跟無曲在極二 我們從極二的角度來講 他本來就是六嘛 那命弓就是一嘛 一跟六本來就會有關係 管他是什麼星辰 對吧 那只是說 你站在命的角度來看 六的那個極二弓 裡面假設有天象或是無曲 那天象無曲就是在解釋你命主的這個人怎麼樣了 那假如今天我不去談命主的這個命的一六共中 我純粹只談六 我只想要談極二弓 只要講我這一生的身體的狀況 從身體的角度來談這一生的運勢的時候 那我當然站在了六的極二弓來解釋 所以並不是說跟極二的關聯大 或者是跟命的關聯大 而是我們想討論的東西 到底是在哪一個公位解釋 簡單來講你一定要先決定好 我今天假設要去跟老師學斗數 我也先要立一個想法 我想去學斗數 那你接下來所有的行為才會往斗數的方向走 而不是你只是看到了一個公位 看到了一個網路上在講斗數的老師 就說斗數怎麼了 其實每一個派別每一個老師 他對於斗數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論述 即便我對於天象跟無曲 我的說法是這樣子 也一定有不同的老師對於天象無曲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個都尊重 因為那是每一個老師對於這個行程的理解 OK 好 Bruce Lin 嘗試看看說話肚子感受出力 想要感受更明顯可以再試試看 嘆氣的時候 第一聲的那個效果 這個Bruce Lin我記得了 就是上次建議老師講話 可以用丹田的這個同學 真是謝謝你 我還在練習 所以 我現在也不知道 能不能講出像你希望的這個樣子 那我還是在這裡謝謝一下 好 下一個 蕭君露 羅嗎 羅同學 關露公 又臂科 又致化科 是有體面的工作又容易失去的意思嗎 關露公在講的就是這個工作的工位 對 講的是你工作的環境 講的是一切跟工作有關的事 這叫關露公嗎 那有幼壁科 又致化科 其實這裡啊 啊 你講說 你講說 有體面的工作又容易失去 其實也對 但是事實際上 從 生年科 又致化科 他其實在強調的 並不是叫做 有幼壁科 而是 變動性大 若有 幼壁科 幼致化科 其實這代表 你的工作不穩定 你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那個容易失去呢 也不是別人比你走的 也有可能是 你做一做覺得無聊了 就走了 也有可能你做一做 你覺得 怎麼了 然後你就產生變化了 總之這個幼壁科啊 幼壁 比較傾向於 你的自我想法 你對於這個工作的認知 所以 不要去把 抖數想像成 它好像是一個 開關 你進入了這個開關 你就一定會如何 回來想想自己 是怎麼看待這個東西的 因為抖數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 像鏡子的存在 你不會去怪鏡子 到底裡面的人長得怎麼樣 裡面的人穿著怎麼樣 你只要去修改的是 在鏡子外面穿衣服的你 好嗎 好下一個 明明 明明 老師命功有天象 跟文曲字畫科 天象會有什麼改變嗎 這樣天象本身帶著科 就會被科出 剩下的拳嗎 首先不見得叫做 剩下的拳 因為我們在談 這個本身的科 被帶出的時候 講的是這個工位 本身的事 命功的天象跟文曲字畫科 文曲字畫科 會把天象一起帶出去 其實這代表 天象是無辜的 文曲為什麼你要字畫科呢 天象只好跟著走了 所以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運用到你的真實生活裡面 有哪些現象你可以在裡面 下面再回應 HSU是書吧 John書 聽完老師解說 還是不能理解 天象在牽衣公代表什麼 是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 還是在外很愛觀察別人 還是只在乎自己 剛好你把這三個我想要講的 都講完了 雖然你覺得不能理解 但是你的理解是對的 真奇妙吧 簡單來講 天象他真的就是一個觀察 那他擺在牽衣公的時候 你從牽衣公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 當然也是在外面很愛觀察別人 那因為牽衣公跟命公 也是講自己 所以也代表你也在乎自己 這完全沒有問題 那你會這樣子問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每一個人都很想要 找到一個絕對的答案 那這個絕對的答案在斗數裡面 其實很難是有正確答案的 所以命理他本身並不是一個科學 那有些人又說命理是科學 命理是統計學 講到這裡 森林老師又要稍微講一下 命理其實他真正的本意是哲學 不是科學 不是科學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用科學來解釋 他 是因為命理的背後 他是有一套邏輯的 那也因為這套邏輯 我們才把這個叫做理 道理的理 也就是命理的理 這樣子可以知道嗎 好 小百合說 老師的QA也太可愛了吧 謝謝你的觀賞 希望有空在下面再多留言一下 好 E 最後一個問題 自我行為上極為自私自利的人 同時在人上自己該承擔的責任 也會盡量丟給他人 而以此得到好處 你是在幫我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嗎 這個我不回應 好 Jazz Jazz 很棒的新環節 謝謝 路過人間 森林老師這個QA我很喜歡 解決我很多看影片的疑問 OK 謝謝謝謝 好 卷 很喜歡老師最後的環節 想請問老師 命功聚門生年化季 衝遷移公 遷移公 天同生年泉又自化季 這樣算壞了 還是好轉一點呢 自化與生年悲話都疊在一起了 就好難理解 那的確是 因為斗數你要學習的時候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了解斗數的邏輯 跟最簡單最簡單的概念 你能夠把最簡單的概念學懂了 你才有辦法在複雜的時候 在一層一層的疊上去 那只要一開始你去學很複雜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把那種最原始的概念講清楚 那接下來你在往上疊的時候 你的功位 你的四化 你的心塵 就會疊得亂七八糟 這個叫疊從嫁屋 好 命功聚門生年季 當然會衝遷移功 但是遷移功 天同生年拳 又自化季 這裡講到了 一條線 命牽的這條線 有季生年季 然後對公有自化季 我記得這個東西在 我彈飛功季的那一節 這個應該 我想想這個應該是很早以前做的節目 裡面有講到 就是我這個功位有生年季 對面有一個自化季 把我這個生年季給拉出去了 但是因為你對公又有生年拳 所以你常常會有拳季這種左右擺盪 然後進退詩句的現象 這樣子可以理解嗎 好 鄧柏儀又說 太棒了 老師開心的問答 讓大家更有興趣提問 也間接了解另外的像一根說明 讚 謝謝 好 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那也花了一些時間 那希望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 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也記得按讚、訂閱 與開啟小鈴鐺 也要記得分享給喜歡抖數的朋友們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